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学家认为 可能跟水里的儿子 硫化青、氰气、甲黄这些 就是碳酸相关的会有关系的 然后怎么能把无基碳把它转化成有基碳 然后又能产生生命 所以这个是一直在探索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第一次取的这个样品 也为海洋科学家来研究海底生物的存在 以及它的来源 提供一个原位的这个样品的依据 拿上来以后 他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